大家好,我是汪露 最近香港有超人活動 分別在四個商場舉行 屯門的錦匯坊、卓爾廣場和寶儀商場 還有新葡江的Mikiki 我就一要和大家去四個場看看吧 出發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歡迎留言討論的 第一站是錦匯坊的超人體驗館合作訓練館 錦匯坊在屯門市廣場旁邊 我那天是乘巴士去的 就由屯門市廣場穿過去 當你到了錦匯坊 就要看到尼奧和Sero兩絲圖的圖 貼在牆上,真是令人興奮和期待 走多一會,就終於看到超人體驗館了 當中有沒有故鄉的男人 超人尼奧 超人7號的兒子 超人Sero 還有姦德尼又有些悲哀的超人貝利亞 但當你走過去看真點 他們只是指板來的 沒錯,我三長水遠入到屯門 是看指板 這幾塊板我五分鐘都不用再看完 看完指板,現在出發去第二站 卓爾廣場超人體驗館 反應訓練館 走了三分鐘左右 終於看到卓爾廣場在前面 我們加快腳步吧 終於到了卓爾廣場 在門口迎接我們的是 大地之光 超人佳雅 光的繼承者 超人迪家 正義大朋友 超人低難 因為前面有人擋住 所以在後面拍 超人師侯的徒弟 超人姊德 因為前面都有人擋住 所以又要在後面拍 現在走進去 希望不要再看指板 終於到了超人體驗館了 裡面有超人高斯 超人佳雅 以及超人雅古魯 但明明他已經說開放了 但不知為何還有東西圍住 那我在外面拍算了 前岸的戰士 超人高斯 藍色超人 超人雅古魯 他們 都是指板來的 大地之光 超人姦雅 姦雅下面地板的顏色 是會轉的 但重點是 你沒看錯 姦雅是有口袋 他終於不是指板了 而是雕像 給大家看看 他真是雕像來的 但由於他圍住了 我也不知道他開放了沒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雕像會不會穿燈 但這裏的戰品其實都是很少 用5分鐘就看完 現在出發去寶儀商場 超人體驗館 去寶儀商場 對不是駐屯門的人來說 可能是比較複雜 首先 我們在這個體驗館的後面 搭電梯上去 之後 你就會看到鏡頭的迪家和低難 給我近鏡大家看一下 光之計成者 超人迪家 正義大朋友 超人低難 之後 我們在這個迪家低難門口 一出轉右直走 就到寶儀商場 走多十幾分鐘 終於到寶儀商場了 希望有些正東西看 在剛才那邊轉個靈彎 就看到他們 黏在牆上 有七號 達達 左飛 還有比蒙 和太郎 最後的是吉田大戰 八路坦星人 我們上到一樓 看到超人六兄弟 黏在玻璃上面 橫橫的有 吉田 阿香 七號 左飛 一邊門有太郎 另一邊門有Ace 那還有沒有呢 沒有了 我走了十幾分鐘過來 就是這麼多 我真的 現在出發去最後一個體驗館 這個體驗館是比屯門那三個遲些開的 所以我都要在另一天去 同樣地 坐巴士就可以直到Mikiki 終於到在Mikiki 事不宜遲 Let's go 一推門已經看到體驗館在前面 這次這個好像比屯門好很多 真的 終於像一個展覽了 讓大家看看這個角度 最右手邊有 超人ジェッド 和哥莫拉的雕像 超人師傅的徒弟 超人ジェッド 由側面看放四光的動作 真是很有氣勢 比脈後面大家看看 古代怪獸 哥莫拉 側面看很有怪獸的氣勢 重點是條尾 又長又粗 完全突顯到哥莫拉的特點 之後 有我們的正義大朋友 超人低難 熱血戰士超人低難 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低難後面是有 TDG25周年的標示 整個場的左手邊 有一個四米高的超人吉田 不要看他是催氣公仔 他的頭不是催氣的 但是 金屬後面 咦 他好像在早幾年的 Ultraman 1 都有來過 整個場的重點來了 只有多年 這就是我們的迪加 迪加放了一個類似基地ATE緣景 後面有些偏身器的圖片造裝飾 超gins低難 超chlin eh j 超人低馬 就連背部都贏過人 其實這個位置還有一個秘密 就是有個360度全景攝影裝置 在指定日子可以和超人一起拍攝辦動作片段 再用QR Code下載回來 這裡還有期間限定點 在跟大家看看有什麼好數之前 我們看了直揚的浪客超人O 這個是指板來的 現在即是跟大家看看有什麼數 由最近推出的超人用承手錶 還有一堆模型的 這裡就有Torriga自身器 Rebootor Hyper-T 以及加壓英雄勇將 還有規制版的可動玩具和情景核彈 又有SHF 新推出的情景核彈和超人勳章 Convert Motion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如果現正先的SHF位 都有超動給大家選擇 還有DX的特空機3號 這邊也有我沒有玩開的超人英雄主 同時也有小朋友很喜歡的500家公仔買的 最吸引我的就是那樣 超便宜價就買到限定500家公仔 如果你不想花錢 我都建議你拿回一本超人公仔系列的書做個留言 好了 玩到晚上 我們現在走了 在感想之前先跟大家宣傳一下12月7號有限定加公仔發售 而1月1號有其他款式的限定加公仔發售 還有在12月12、19、25日這3天買滿100元 是有機會可以參加超人即做見面會 這3天其中一天我都會去拍照 希望那天我拍到 好了 今次活動我覺得一定要去 難得香港有超人活動 大家不去支持就很難再有機會有 屯門那邊我覺得卓義廣場都值得去 因為有加壓的雕像看看 而錦匯坊就近巴士和地鐵 既然大家都搭車來到 這麼近交通工具的錦匯坊 我覺得都可以順路看完 至於寶宜商場 在卓義廣場走去都要十幾分鐘 去到有只有貼紙看 我就覺得不用專心走去 而最重點的Mikiki就一定要去 其實不是很不方便 乘搭巴士就已經到門口 唯獨整個商場不像屯門那邊 除了體驗本案 其他玻璃或者門口都沒有貼超人裝飾 這樣氣氛好像不太夠 如果主辦單位取消寶宜那邊 將那邊的超人兄弟貼紙搬去Mikiki 寶宜那邊不會被人覺得那麼頂 Mikiki又可以加大氣氛 感覺就會被人覺得更好 Mikiki其實還有很多活動和紀念品 好像接地工作坊 每場限定快路等等 但這些都要用 舊物積分參加或活領 我這條影片主要想帶給大家 一元都不用就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的感覺 希望今次會吸引到大家去 不去的朋友 都可以帶給你們去過一次的感覺 最後 今次拍攝的確阻到不少人 多謝大家的容忍和遷就 這條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讚好留言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 那下次我們說什麼就馬上知道了 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待會兒見 拜拜 拜拜